今天來看瑪麗人對上薩拉斯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這場比賽雙方都選擇了一個駱駝文明 兩邊的駱駝都是有特化能力的 接下來看一下黃色選擇瑪麗人的文明特性 瑪麗人擁有挖金速度特別快速的特性 而且挖的黃金可以再更持久 攜帶黃金數量也會更多一些 而且後期的嫖悍精神 可以讓自己的騎士跟肉馬駱駝 傷害加了非常多 最後的肉馬的傷害可以到14 駱駝也是 騎士則是可以高達19攻 所以瑪麗人他的打法還是比較偏騎兵 步兵方面有劍兵勇士 劍兵勇士的話沒有三攻 傷害稍微會有點差一些 但是他每升個時代步兵都會加一點遠防 所以有些瑪麗的玩家也會選擇 使用劍兵勇士去針對對方的工兵單位 但其實打工兵單位還是要用騎兵去大量保甲 可能會更有效率一點 除非對方的槍兵真的太多了 那轉型劍兵勇士說不定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決定 好那我們接下來繼續介紹 薩拉斯人 薩拉斯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市集非常便宜 而且買賣手續成本也比較低一些 那薩拉斯人呢 他的駱駝是血量最多的文明 血量最多的駱駝文明 所以他的駱駝呢 血量可以高達170低血 但是只能進化到重裝駱駝 並不像印度斯坦有這個帝王駱駝 但是他又奴隸兵可以使用 奴隸兵的話可以打起兵單位非常痛 所以這場比賽來說 馬力人如果想要打一薩拉斯人的話 駱駝跟肉馬可能要多出一點 那薩拉斯人的話可以出這邊重裝駱駝 加上這個奴隸兵的搭配 也是一個不錯的 但薩拉斯人呢 他的科技方面是非常全面的 他是真正的進攻萬花筒 馬攻可以打 牆母可以打 還有火槍火炮 還有這個衝車 大衝車 重型投石車 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所以薩拉斯人呢 他的體系來說 大後期的科技是非常全面的 不會有那種轉不出病的問題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所以他的打法會比較注重在這個 經濟資源交換上 還有自己的買賣時機點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封箭時代會怎麼打 這邊一樣我們要關心的是 這裡是先挖木頭三個人 那有沒有下魔防 有下魔防的話 打前期的棒棒機率就會稍微下降一點點 但也不是完全沒可能 這邊山木開 然後可以先下軍營 那瑪莉這邊是有打孫 打這個棒棒開了嗎 瑪莉打棒棒開 那就是我們剛剛說到的 遠防多一點 這樣子坦的程度也會比較好 好看來這邊是棒棒轉這個小弓開嗎 有沒有可能 好對是棒棒 民兵 拿著棒棒出門 待會紅電師帶上去之後 再轉這個弓箭手 再補到四個人 至五個人挖金礦 去量產弓兵 那這個時間點 其實三個人挖金就差不多了 三到四個人都可以 五個人是有點稍微弦多的 所以你有可能會金挖太多 導致自己沒有辦法很好轉出其他資源 或者是對方已經轉了一堆毛兵 你還在用弓兵 這樣就會有點慘 會有經濟失調問題 如果你不想要手動調整的話 就三到四個人就好了 那多則可以五到五個人到六個人 那也可以轉出這個雙射箭場 好這邊棒棒直接壓制過來 想要阻止YO這邊蓋射箭場 那這邊已經把木槍蓋好了 上方的房子有機會打掉嗎 唉唷 趕快上去繼續建造了房子 瑪莉人這裡補下了裝甲步兵升級 1加1防禦力 如果瑪莉人這邊再補一個兵工場 點下這個一級步兵鎧甲 那他的防禦就如同於羅馬人 雖然競爭防禦會少羅馬人一點 但是遠防來說呢 是跟羅馬人一樣的 好 這邊是護打 唉唷 這邊高打滴 村民 趕快拉一隻村民來勸架一下 唉唷 再一拳就要射死了 就要扁死他 三滴血 OK 這位升級裝甲 非常有壓力 但是你看喔 這邊點了裝甲 看你就沒有一級达木 所以裝甲步兵到底要不要點喔 這件事情其實是蠻看自己的流程 還有這個經濟狀況 如果這邊投資了一級 法木的話 他可能會經濟更好一點 但這邊裝甲步兵點下去了 確實讓YO前期不太好解掉這頭兵了 但這邊工兵還是要繼續補 好 還有這邊點下一農一木 經濟先來到最好 這裡活著三個人就去採收 好 外遊點下了一級射 這裡逢一下木門 好 可以直接打破嗎 好 算有機會 但工兵在高打第一傷害有點痛喔 還有那個城門 防得很好 左邊這裡的 要趕快繼續防守嗎 好 好 這邊走過來 好 沒有蓋房子 看來沒有要走這個地方 然後直接往後繞背 好 第二波的工兵就出發了 這邊工兵應該是要來騷擾前方的墓區 好 這邊還在繞 工兵這裡騷一刀打滴回去 喔 砍到一刀 賺了 哇 這一刀差很多 好 這邊工兵騷擾YO的經濟前線 好 這裡毛兵也開始按出來了 那瑪麗人這邊是五個人挖金 好 穩定出工兵 沒有要轉毛兵的部分 哎唷 這邊已經開始轉出毛兵來了 看來這邊五個人挖金還算可以 並不會讓他有這個爆金的問題 喔 雙試鏈搶 難怪要五人挖金 好 那看懂了 那看懂了 哈哈哈哈 好 這邊點下一個 剩一心血敢點嗎 殘血的誘惑 點下去可能會出了命 這隻工兵可能會被裝甲一刀砍死 但YO沒有選擇去點他 好 下方這裡墓區的問題 用毛兵稍微擋住 但是有點打不太贏的感覺 沒有點下一級的工兵鎧甲 這個坦度還是差蠻多的 那瑪麗這邊呢 是想要趕快引誘YO 快點一級工兵甲 這樣我就有升時代的優勢了 好 那這邊是雙試鏈場出小工了 那YO這邊的毛兵就不能停了 看到這麼大量的工兵 應該很清楚了吧 人家是雙射箭場 絕對不是單射箭場 單射箭場這邊的產量 明顯很不正常 好 這邊肉麻過來偵查一下 看到兩隻工兵走過來 應該是有意識到囉 趕快點下工兵鎧甲 YO這邊偵查 有偵查到之後再點工兵甲 這個打法非常正確 有偵查到才打 那你懷疑對手在幹嘛的時候 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偵查 不要瞎拆 一瞎拆很容易就會誤會 以誤會就出事了 就出事了阿伯 OK 這邊弓箭手 繼續夾緊 好 往前 喔 這個裝甲步兵 手刃一個 哎呀 順利拿下 YO前期的打法 這個細節還是做得蠻不錯的 剛才打的細節都有打好 那瑪莉這裡遇到這種 公公毛毛 就會有點難打 而且有一頂的工兵鎧甲 那瑪莉人這邊也很簡單喔 繼續出工兵喔 這個沒關係 黃金不到八到九個人 都可以 那農田繼續灑 大概灑到十六片田左右 待會就可以 工兵不斷 然後升到城堡 好 YO這邊打算買賣一波 準備要來升級了 那瑪莉這邊有要停下工兵嗎 停工兵買賣一下上去如何呢 還是繼續爆工兵呢 但是通常打雙射箭場 就沒有要停工兵的意思 這個射箭場是慘人喔 不可能讓他停下來 一停下來他打雙射箭場的意義就沒了 那瑪莉這個文明喔 蠻特別的 雖然他有強弩喔 但沒有三級射 又有拇指環 所以瑪莉人要玩工兵的話 其實也不行 所以 這就很矛盾了 有強弩 只有這個 但只有二級射 顯得就有點怪怪的 好 左邊這一棟圍石 但好像還有個洞嗎 這裡好像有個洞 光軍手過來 果然有洞喔 這兩邊 工兵近戰射程 哎呀全部被射掉了 好這坨工兵有點難解 YO這裡 暫時沒有辦法解掉 這麼 龐大的 工兵數量 好 瑪莉人這邊是 善用了 瑪莉的文明天性喔 挖精速度有加成 打雙射箭場 確實很有威力 好 好 這裡趕快用毛兵推回去 好 螢幕也要趕快點 螢幕 螢幕 好 先補挖精 伐木會不會忘記補呢 打工兵單位 然後忘記點伐木 我看彈道學是難點 賊難點那種 OK 這個一擊一防的毛兵還是很坦 好 現在瑪莉人開始 數量下降了 YO在後面請追在後 這就是 單射箭場 就可以擋下 雙射箭場的 奴兵 所以我沒有很推薦 這個打法在單挑裡出現 之前我們大概一年多 有介紹過這個 阿拉伯雙射箭場 單挑使用的話 就很容易被對方的 單射箭場 毛兵一防一攻 擋下來 好 那瑪莉人這邊 是點下了二級射 奴兵的升級 有點難點 肉量有點缺 先點了一隻騎士出來 待會有騎士 就會先砍爛這些毛兵 讓這些毛兵不要再追了 這邊工兵絕對不能回頭射 上面高打低 有點痛 奴兵快要升級了 但是歪歪很希望可以換掉一些 因為騎士一出來 這邊毛兵會被追殺 歪歪這邊點下了二級的工兵 鎧甲 戰毛兵還沒有提升上去 看到了一個騎士 馬上按下了一隻生侶 這個生侶整還是很壞 那薩拉森的生侶科技線 也幾乎都是滿的 薩拉森真的是超級全能 進攻萬花筒 進攻萬花筒 薩拉森就是你了 勝率還有大概20% 要把勝率放裡面嗎 還是要放下面這裡招響看看呢 往裡面放 勝率魚是 右邊走 好 當然這邊 騎士 弓兵也會被招喔 這裡戰毛兵 趕快找個機會點一下 不點戰毛兵的升級 會完全扛不住 這裡兩隻騎士 開始壓制了 瑪莉雙射箭場 這個打法 之前也說過 打法就是偏強制 但是很害怕單射箭場 轉毛兵了 然後面轉騎士的話 生侶應對也沒有問題 好這邊剪掉一隻 好直接走進來 控制農田 這邊工兵 嘗試去點生侶 生侶VO 細節控制得很好 好騎士往前 這樣可以打毛兵 但是這裡工兵單位 已經被毛兵投掉了很多隻啊 哇喔這一波打得著實漂亮 哇 軍工兵數量一直在減少 用少量的戰毛 換了大概五六隻的工兵了 好 瑪莉這邊瞬間點一下彈道學 單TC 大學 轉彈道學 OK 這個是很符合雙射箭場打法 那這個雙射箭場打法 是比較適合在團戰使用的 那我記得這位 Fox King 這位玩家 應該是團戰型玩家 沒意外的話 在一些團戰比賽裡 蠻常看到他的ID的 那這次單挑中呢 他遇到Ryo 看一下 團戰型玩家 在單挑中 的一個 打法會是如何 那他的打法 目前還是 蠻像在打 團戰的 當然 他會自己出騎士 那當然 單挑只能自己出騎士 團戰的話 可能會有隊伍 但出騎士 解決一下對方的工兵 那瑪莉人這邊打法 算是 偏多線操作 是一個 單挑ALL IN流 那單挑來說的話 還是會比較 比較喜歡多開TC 經濟好一點 但是 像YO這樣子 遇到對方這種 強軍式打法 其實會有點 招架不住 會一直被我壓制的 狀況出現 那瑪莉就好 是可以補一個 工程器製造所 按個奴兵 駝子車會比較好打 那如果你按奴兵的話 按這個奴炮的話 可能會被騎士給壓走 所以這個就很 超 很吃超過者 但YO這邊是 直接把戰毛兵 當成公兵用 當奴炮用 效果還很好 直接往前點 點掉了 生女 哇喔這邊操作失誤 哇 瑪莉直接射穿了 這邊伐木工 好強 這個瑪莉直接穿過去 左邊的城鎮中心 遺老不妙 這裡投石車還沒有出來 有點斷木 哇 這個瑪莉已經預判到了嗎 看到你投石車 趕快斷你木頭 你投石車 就沒有辦法點下去 OK 那現在YO的安全牧區 已經變得很少了 剛剛TC沒有把 這個城鎮中心 蓋在裡面 確保這個附金 反而是選擇了 城鎮中心蓋在外面 就想要把主金給控下來 這個就有點 失算 算是失算 並不是不好 唉唷 這裡想要再補一個市集 讓軍軍手 阻止進來 但現在瑪莉這邊 有彈刀血的關係 射村民非常準 可以再射掉嗎 4級 他又49滴 趕快射村民 好 再射掉幾村 威歐跟瑪莉的村民處 越來越接近 下方投石車 耶 再繼續進攻第二個地方 但是這邊有城堡 會不會射掉一台 唉唷 馬力人這邊打得非常的兇啊 哇 這邊 很難得的 被壓制住了 好 那馬力人這邊呢 強軍是打掉一個城鎮中心之後 3TC轉龍了 突然意識到 欸對方有城堡 再繼續進攻下去 可能也不是這麼的簡單了 但是 左邊城鎮中心拆完 我們可以轉往右邊啊 右邊也有城鎮中心了 那這邊工程器製造所在左邊 趕快往右邊開始推進 好 好 馬力人在外面補了一個新的彩虹地 好 這是馬力人 薩拉森人 馬力人這邊是 繼續開農 好 沒有問題 這邊大會可能在補第四個城鎮中心 那這第四個城鎮中心 可以考慮開這個位置 剛好還有石頭 這個地方的話好像也可以開 這個附近的部分 好 這邊戰武兵過來偵查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馬力人家裡的狀況如何 好 騎士趕快來救 好 偷車過來 這邊有收村 好 回來了這邊可以再蓋一根城堡了 這根城堡要蓋拿了 膽子又被弓兵點掉兩隻村民 OK 這邊打得非常的兇 好 這次的東西看到了 要不要回頭打一下呢 這裡有少量戰毛兵 再騷擾 馬力家的村民 用戰毛騷擾村民 效率實在是太差了 好 這邊很巧妙的 把全部的戰毛兵 全部分散開來 想要盡可能達到騷擾的功效 好 這邊直接射穿 投資車可不可以拍到一下 這裡很關鍵 投資車互換 哎呦 殘血 好 倒地打回去 哎呦 互換一換一 哇 在馬力這邊有點尷尬了 先趕快射房子 然後這邊看到 哎呀 這裡要被他射進來了 從上面射進來 真是太大膽了 好 這邊3TC 繼續農 但是 病例跟沒有一樣 好 娃娃這邊的經濟有點慘 木頭有點爆量 還是我們買賣一波 當然是瘸木 先是木頭爆量 好 娃娃把一根城堡 蓋在右邊的位置 想要防守右邊的防守空洞 當然裡面的工兵還在騷擾當中 娃娃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去有安全土地去撒農田 所以現在肉類是非常缺乏的 趕快修 修回來 村民更多 要點村民嗎 還是去點投資車 人想要點掉投資車 但越點投資車就越虧 因為人家可以一直修回來 但是自己的工兵數量太減少了 娃娃這邊修投資車修得很... nice啊 哇 好 來了 最重的一發 好 剩下少量的工兵 趕快去點村民 剩下少量的 真的要收村嗎 不收 拍個一下 恩 沒有預判 OK 最後 解決掉了這些工兵 好 娃娃這邊 下了一根 新的城堡 唉唷 突然4TC開農了 4TC農下去 這樣村民樹就可以明顯拉開 歐歐這時候才能趕快撒農田 這邊終於沒有其他彈簧在燒了 這裡才會有安全的農地 可以空下來 專注開農 好 現在歐歐村民樹 是稍微落後一些 但分數來說 並沒有落後太多 瑪莉造了很多工兵 交換村民數量也OK了 22隻村民 接下來就要來看 兩邊的帝王時代會怎麼打 兩邊的帝王時代 基本上是同一個時間點下的 要再盲兵過來 收掉 再收掉 搞定 好 然後這個飛刀女獵手體質呢 有人會戲稱說 這個飛刀女獵手 這是分配給女村民喔 一個飛刀 然後還有體質呢 跟村民一樣 40滴血 精銳變成45滴 但是傷害值的話有10點 好 飛刀女獵手 打沙拉森 這個是一個罕見對決 兩邊都是頭植物 那通常打沙拉森人喔 完了 打奴隸兵的話 瑪莉歐還是可以打駱駝 因為瑪莉人的駱駝 傷害也是有這個飄漢精神 而且打奴隸兵打駱駝 不會有外增傷 所以瑪莉人出駱駝 打奴隸兵是可行的 但歪歐應該也不會傻傻 打駱駝 還用這個奴隸兵 他甚至可以轉火槍啊 他搶了奴或是馬弓都可以 但是瑪莉是決定要來轉弓兵鎧 那這邊有可能是想要打馬弓嗎 有品種咧 還是我們不會轉馬弓 打馬弓的話 瑪莉就沒那麼好打了 騎士的話要非常大量才有可能打得贏 不然就是要非常大量的駱駝 駱駝 點掉 好 好 這邊飛刀上去 哎呀 三刀一隻 好 瑪莉人三級的步兵鎧甲點下 歪歪這邊神聖思想 跟三級伐木 全部補下 歪歪這邊沒有大動作 這邊決定是要轉火槍 因為火槍打馬力人是很好的屬性 有這個額外增傷 因為馬力人的飛刀女獵手屬於步兵單位 所以火槍的加傷害是能加上去的 好 瑪莉這邊是鬼轉 奇兵科技 金冠也點下 飛刀的獵手 這邊是三級的金瑞 金瑞的話血量來到了50滴 欸 以前是加45滴 欸 現在是變成了 直接加10滴血 本來是我記錯了 現在飛刀女獵手金瑞速50滴 好 攻擊力15點傷害 好 其實還不錯的 好 步兵鎧甲已經點完了 飛刀女獵手該點都點了嗎 縱火技術有點嗎 好 待會應該也不是最優先的事情 現在是趕快要把奇兵科技點出來 好 那 嫖犯技術人是連肉馬都可以吃得到的 所以這邊如果真的缺黃金的話 還可以先轉青奇兵 好 沒錯 先轉青奇兵 先試試一下水溫 青奇兵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萬歐這邊是轉了青奇兵 然後這個伊斯蘭 範圍補血 好 也點下了 好 很神奇喔 好 薩拉森人先打肉馬 欸 肉馬是退掉了嗎 肉馬就不升級 那薩拉森人也是有大肉馬的文明喔 他真的是什麼都有 好 瑪麗這邊是決定 省了重裝騎士 青奇兵是瑪麗人最高階的肉馬階段 如果想要再更談一點的話 就要升級這個重裝騎士了 那待會我覺得 瑪麗應該也會升級重裝弱鎖 好 這裡飛到努力手 第十天收掉一台巨型頭司機 利用這個肉馬的爭取燃時間 順利收掉三台巨型頭司機 守住了這根高地堡 好 這邊也點下三級馬凱 瑪麗人重裝騎士 UP上去了 戰備來看一下重裝騎士 超高傷害 十二 是十七點還是十九點 十九點沒錯 十二加七 十九點傷害 一刀下去會投破血流的 好 但還好瑪麗人沒有遊俠科技 如果有遊俠的話 這個遊俠就是二十一點 好像會過得有點強 而且瑪麗人又有這個深層精創 不過有遊俠的話 遊俠的量會非常多 而且升級壓力也會小一點點 好 瑪麗人飛到努力手 我們也要斷 歪歪歪這邊配兵組成 非常單薄 只有生侶配火槍 實在是有點難擋得住 騎士衝鋒的喔 這一波左邊第一時間 把兩隻生侶給打倒 後面的飛到努力手 也第一時間把生侶給幹掉 後面的火炮三台開始被騎士給追殺 但是火槍還在最後一個拉倒動作 後面的騎士已經全部解決完畢 正面的飛到努力手 要開始正面吃子彈了 但是正面吃子彈 後方騎士又墜了過來 飛到努力手也是解決掉了 非常多火香兵 歪歪歪這邊的經濟直接 卡住兵 沒有辦法生產出來 兩千多塊的木頭 但是正面是一片之導光 歪歪這邊打得非常的極限 還能夾得住嗎 歪歪這邊要趕快轉一些馬舊出來 去點這個 重裝駱駝 OK 現在踩馬舊了 有意識到 這裡只靠火槍火炮生旅 是解決不了馬獵的飄悍精神 這個重裝騎士好痛啊 歪歪這邊是先點了大洛馬出來 好 當洛馬的話是稍微能擋的 當肉盾可以 但是當輸出絕對不行 但現在這個城堡已經冰靈城下 大量的冰靈已經在城堡中集結 好 努力兵過來 還是YO要回轉努力兵呢 但努力兵不太好打 要把這個 飛動有獵手 沙拉生人的優勢還是駱駝 趕快把這個駱駝點出來 更為重要 然後後面的肉麻 砍村民很快 好 一直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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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這個城堡拿下 YO還可以再重新聚兵嗎 右邊鏟的全部被控制住 YO的三級弓現在在點下 但是YO這時候打出了GG 我們恭喜瑪莉拿下這場比賽的遊戲勝利 哇靠 這場比賽打得很精彩 WY這邊居然沒有想到 被對方雙射箭場給封建師帶給射穿 導致他的經濟非常慘 沒有辦法正常的開農或是轉兵 那瑪莉這邊轉兵也是相當迅速的 前面壓力給完之後轉出飛刀弩獵手 然後迅速點下了騎兵的科技 趕快點出重重騎士 順利反打一波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瑪莉拿到經濟的勝利 資源的話黃金也是贏了快要三千多 快四千 總體資源贏了快要一萬 那軍事方面拿到1.16KD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按個讚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囉